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最後英文幾讀 又到了禮拜五的粉色百字什麼什麼的 永遠記不起來叫什麼名字 不管 比較短所以我們又講兩篇 那這兩篇的話我們可以順便比較一下 他的寫作我覺得有點點高下之分 所以也是一個不錯的我們從中間欣賞文學 厲害的跟比較那麼不厲害的 比起來有差多少 第一篇叫做 It doesn't pay to go snooping 什麼叫It doesn't pay 馬上就看到一個可能不是很懂的英文 我們先從肯定的方式來說它 我們講說It pays to 什麼什麼 例如說 It pays to 我用一個比較奇怪的 It pays to pay attention to detail 什麼鬼啊幹嘛講兩個配啊 故意的對不起 它的意思是 好我們先仔細講一下 就是 後面這個不定詞接的東西啊 是 會 配的 怎麼鬼好像沒有講清楚到 來就後面這個不定詞的內容 也就是前面的許主詞的這個代表物嘛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 Pays Pays Pays是什麼 付錢 付你錢 I pay you money 我是老闆 我付你薪水 I pay you salary So if something pays 那個東西就像付你薪水一樣 讓你得到益處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件事情是讓你得到好處的 這個東西 Pays 所以什麼叫 It pays to pay attention to detail 就是 要是你願意 在做事情的時候 注意小細節的話 是能夠得到回報的 It pays to pay attention to detail 所以 It pays to 大家就懂意思了 所以這個標題是 It doesn't pay to go snooping 那Go加ing這個你應該懂 所以你做一件事情 Go什麼 Go shopping Go mountain climbing Go skinny dipping Go whatever 好 所以 那什麼是Go snooping Snoop這個字就是 狗在那邊這樣 鼻子亂秀 所以就是 好奇 我們通常就叫做 Snoop Snoop around 就是到處去那邊 找八卦或什麼之類的 Snoop around Snoop 所以啊 太八卦 是沒有好下場的 It doesn't pay to go snooping 大概標題大概就這樣 所以好奇沒有好下場 然後下面一個小標題說 You never know What lurks in the basement 你永遠不知道 在地下室 有什麼東西在 Lurk 這個Lurk就是 潛伏在那邊 叫做Lurk 虧視者 然後可能你一下去 把你吃掉 下面的 來我們就馬上看一下 這個文章 還是不能夠highlight 因為它怕你整個偷去 好無所謂 來 我就先另外一個人跟你聽 然後你來感覺一下 這是我在說的 比較好的一篇 還是比較不好的那篇 好了 結束 在說什麼 來從頭看一次 好 女主角叫做Franchesca Works for a lady As a domestic cleaner 所以她替一個女士工作著 那 那這個Franchesca她的工作是 Domestic cleaner 應該很好理解 Domestic是可以翻成國內的 或家裡的 所以一個家要是打掃得很乾淨 我們可以說 It is a well domesticated house 所以這裡的 Well domesticated 就是打掃得很乾淨 所以Domesticate 總之是內部的這樣子 好 所以Domestic Domestic 所以她就是打掃家裡的 家政府 Twice a week 是一週兩次 Twice兩次 而week就是 一段時間的長度 So twice a week All was fine 一切都OK 直到這件事發生了 Until she went into the basement one day 有一天 跑到地下室去 Discovering the basement Fall of sex toys 所以Discovering 後面加一個it 就是這個basement的代名詞 So discovering it Fall of什麼東西 充滿了 Sex toys 你知道新玩具 Floggers and leather straps Flogger這個詞 你可能不熟 我剛剛Google了一下 你就可以看一下 這個我們稱為閃尾邊 就叫做Flogger 你看 動詞也可以用 不過這個動詞 有時候會 對有些人蠻敏感的 像以前的那個 在白人還會欺負黑人的時候 他們會把他綁在樹上 然後就鞭他 那用那個鞭子是真的是會 切傷皮膚的 很可怕 所以Flog這個詞 有時候會在一些 紀錄片裡面看到這個字 很糟糕的一段歷史 but anyway 我們不用走那裡 那leather strap strap就是那個 綁在 就綁 綁具叫strap 像 甚至像你的那個 後背包或之類的 你的背的肩帶的部分 都可以叫strap 那女生的那個內衣 那一樣肩帶 也可以叫做strap 那 他們在 玩那個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女生可能會 穿戴式的那種 你知道器具有沒有 那那個穿戴式 可能也是綁在腰上 或之類的 那也叫做strap 這都OK 所以一個strap on 丟斗 for example leather是真皮的 皮的這樣子 所以leather strap Lots of strange apparatus adorn the walls apparatus這個值得看一下 所以我這邊也有寫出來 他就想 儀器設備 我比較不喜歡 你把它想得太嚴重 想不到儀器 哇 儀器 no 為什麼講說不要太嚴重 我這樣說好了 我第一次認識這個字 是以前 就剛去多倫多讀高中的時候 物理課 做一些物理的很簡單的實驗 例如說 老師可能說 來 我們今天 要做的事情是鐘擺實驗 然後你就可能 用自己的手 拿著一個繩子 上面綁個錢幣 讓它晃晃晃 那做這樣的實驗 老師都會 要我們老老實實寫報告 寫報告的概念就是 你可能要寫說 你的主人有誰啊 然後寫一下 很簡單的簡介啦 然後可能要附一張 你所畫出來的 你今天用上了 什麼設備的一個圖表啦 然後你可能要畫一個 XY軸的 然後擺盪的一些 數據紀錄啊這些的 就培養你做 成為一個科學實驗的人才嘛 對不對 所以在那個剛說的 你要畫儀器圖表的部分 你就每一次就會 在那一張紙上寫著 apparatus 以前我不懂 大概字典 大概就懂了 那我們在言語中使用中 我們大概 慢慢瞭解是在幹什麼 所以畫apparatus 我剛剛講那個 鐘擺實驗 你的apparatus是什麼東西啊 就一條線跟一個錢幣啊 That's your whole apparatus 所以懂了嗎 所以不要把這個詞 想得太嚴重 沒有那麼嚴重 總之就一個簡單的概念 那今天一個設備 加上一些什麼其他的 像例如說顯微鏡 然後有一大堆 一組一組的那種 鏡頭或什麼這些 這就是你一整套的apparatus OK 甚至你還有可能 用顯微鏡的時候 還得戴上乾淨的手套啦 什麼這些的 以便不會留下太多指紋什麼的 那手套 能不能放成一整套apparatus裡面 我認為也是可以的齁 好這講太久了 所以apparatus 就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adorn是裝飾 所以他剛剛講的就是牆壁啊 牆壁啊 所以是 儀器裝飾在牆壁上 所以你可以說牆壁被這些裝飾著 so you can say the walls were adorned with什麼東西 OK的 那用的是主動用法 那裝飾有其他一些詞 包括decorate ornament 這樣子 都可以 掛了一個什麼東西 你說這好醜喔 不對啊 這個就是一個 裝飾用的一個用途 so it has ornamental value 那這樣可以 好 anyway我們再往下看 那下一句說的就是 Francesca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什麼叫做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這個是 不太懂英文真的會被這句卡住 下面是 but she had to look 整句在那一次跟你聽 Francesca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but she had to look 所以她應該要知道 better 這翻譯很奇怪 翻不出來齁 可是 我必須要強調這假設語氣 so she should have known 她應該要已經知道 偏偏是她就是 沒有照做 所以這個should have的概念 往往講的是一種表達 對過去事情的後悔 so she should have known not to look 她應該要知道 你是一個cleaner 你不應該看主人的東西 ok 所以我把這裡打出來好了 so she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意思大概就是 she should have known that she was not in a position to pry 她應該要知道她沒有這一個立場 能夠去好奇的去看主人的事物這樣子 so she should have known that she was not in a position to pry 可是她就好奇 ok so she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but she had to look 結果呢她就被抓到 she got caught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畫面就是 naked 裸著 wearing just a collar 只帶著一個 collar就是那個項圈 那也就是我們的衣領 所以像我這邊 這個不叫collar齁 這個因為我穿的是一個那個 西裝的外套 那我們講說那個襯衫的衣領的部分 那個叫做collar 所以也有像是那個white collar blue collar這樣的詞 所以像我們講說white collar crime 就是那個白領犯罪 金融犯罪之類的 white collar crime 那blue collar就是藍領 勞工階級或之類的 所以collar這個就ok 那我們這邊有骨頭有沒有 這骨頭馬上加鎖骨還是什麼鬼的 哇他媽幾乎沒有是什麼概念 好為什麼要看我的 好所以這個鎖骨 我們也叫它collar bone 因為它就離你的衣領很近嘛 好所以項圈就像狗一樣了 so she wearing just a collar and leash unleash unleash就是那一個 拉狗狗的那個繩子 leash 像國外的很多公園 他會說你的狗必須要拉著 否則的話怕他到處暴衝咬人之類的 so pets need to be on a leash 我們講說on a leash就是 一個人正在被你用繩子牽著的 或東西 所以程度上就表示說 你對這個東西是能夠有管控能力的 on a leash 好 cool 所以現在呢 Francesca now cleans as a willing submissive slave 所以他現在的工作變成是一個很有意願的 submissive就是很奴的 很屈卑的 很願意的屈卑的 submissive 他就是submit這個詞的形容詞 submit就是啊我輸你了我拜你了 submit 所以在那種mma的格鬥裡面 submit就是我讓你投降的這樣子 用一個什麼 什麼naked choke啊什麼這些的 或on bar這些讓你投降 所以submit 好所以他現在是一個submissive slave led around the house by her leather clad mistress 所以在家裡啊被他的mistress帶來帶去 led around the house 被誰呢 被他穿著皮衣的mistress 那mistress剛講到就是他的那個 剛有講到嗎好像還沒齁 對那mistress總之有幾個意思 一個就是那個小三可以叫mistress 那在這邊的mistress當然就是他的那個女主人的概念這樣子 and then as a reward 然後呢成為回報 所以他清房子的回報就是reward就是 it's down to the basement where mistress and her friends 所以就到地下室在那邊mistress跟他的朋友們 indulge就是享樂 所以在那裡呢大家就享樂 indulge OK我剛剛有沒有少講一個詞 喔iron clad 對不起不是iron clad leather clad 所以剛剛講到他被他的這個mistress帶來帶去 而他的mistress穿著皮衣 所以這裡的clad這個字就穿著什麼東西 像在西方報導有時候會常出現一個詞就是 要是有女生穿的很少 比基尼或之類的 我們就會看到scant這個字就是少 scantily clad 這兩個合在一起就是衣服穿少少 所以這是一個有趣的 合在一起的一個複詞片語 應該是形容詞 不是複詞 scantily clad ladies 這是形容詞片語 因為複詞就是形容詞 clad是形容詞 好文法不講 所以在那邊就是他的這個 剛剛講到reward 所以mistress跟他的朋友 indulge themselves 就是享受著自己 使用他並且來虐待他 using and abusing their slaves delicious body 這個他們的奴隸的可口的身體 好 所以你覺得這寫得很厲害嗎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篇 另外一篇 另外一篇叫做the church 教會 好像有點冒犯喔 但無所謂我們這個 反正創作嘛 所以the things we do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所以in the name of就是以什麼為名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以什麼為名做的事 the things that we do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什麼是the Lord Lord一般就是主人 那教會裡面的主人就是上帝 所以oh my lord 我的上帝這樣 好一樣我先把它讀完給你聽 the musty church smell the musty church smell lingered competing with the sweet smell sipping into his nostrils from her bent over bottom at the altar every stroke dragged out more juice that quickly evaporated from their hot frantic coupling how many times in here 我的語氣好像不應該是講 how many times in here she shook her head moaning she pushed back to engulf his needy cock if I told you I'd run out of enticing confessions and you'd lose interest in me 模仿不來對不起 she spat the words out between gritted teeth your made for fucking body will never run out of confessions her wicked smile confirmed that the vicar spoke the truth 好OK 來 從樓來再看一次 所以這個 the musty church smell lingered musty呢 就是發霉的 所以發霉了的教會 的那個氣味 所以它的動詞是linger OK 所以這個 教會裡的美味啊 還 這個 該怎麼說啊 流通在空氣中嘛 就linger這個詞其實就是 滯留著 滯留不走 一些鬧鬼的房子 這個鬼怎麼linger著不走 所以linger就滯留在這裡 OK 所以 the musty church smell lingered 然後competing with 所以這一個分詞構句 所以跟什麼東西競爭著 所以教會的美味 跟後面這個氣味競爭著 competing with 什麼氣味呢 the sweet smell 所以甜的味道 sweet smell sipping into his nostril 這個sip呢 有幾個有趣的意思 應該也不是什麼有趣的意思啊 所以sip就是有滲透的概念 簡單說 就可以了 像你尿尿 不小心濕進了 然後那個就 那個你的尿就滲進了你的床墊裡 那就是sip這個字 好 所以這個sweet smell sipping就滲進了它的 natural就鼻孔裡 從它的什麼呢 from her bent over bottom bent over就是 彎下去的 bottom就屁股 所以 這甜的氣味來自女生的屁股 at the altar altar是哪裡啊 我們 church剛已經算是 出賣了它的地點的資訊 就是教會 那altar這個字就是 教會裡面的那個 祭壇 就前面的那個 有講台啦 手風琴什麼鬼的 一整個那一塊 大概叫做altar這樣子 ok the altar every stroke 就每一下 dragged out more juice dragged就拖拉 每一下 你知道他們在幹嘛 總之每一下都拖拉出更多的 juice 他用這個juice 這個字來說女生的水 那這個水馬上就蒸發了 那蒸發之後就有氣味了對不對 so every stroke dragged out more juice that quickly evaporated 所以 evaporate這個詞就是蒸發 quickly evaporated from their heart frantic coupling 從他們的 又火熱的 frantic就很快速的 匆忙急促的 coupling這個字就是 你知道couple就是一對 所以coupling就是在做一對做的那件事情 我剛剛好像看了就是偶合的概念 那你講mating就交配 pairing大家都說得通 這邊都打出來給你看 好所以畫面已經有了 下面how many times in here 在這裡有幾次啊 所以其中一個人問了一句 你在這裡有幾次 他搖了頭 所以你知道是男生問的 女生搖了頭 she shook her head mongling就是在叫 she pushed back to engulf his needy cock 他還往後推 你都可以想像他們的姿勢 我們都不用講到doggy style這種字了 ok 也不一定是doggy 可能沒有跪著 但從之後後面來 所以she pushed back 往後推 engulf這個詞就是吞噬 engulf 你知道engulf這個詞 最常出現的地方 其實是火災 所以這個房子被火焰吞噬了 我們就會用engulf ok so the house is engulfed in flame 好 所以engulf吞噬 所以她往後推 為了要來吞噬她 needy就有需要的形容詞 很需要的這個 那see you 那cock你知道就GG 這樣子 那這種女生回話了 if I told you 如果我告訴你 我就會怎樣 那你 我不想講假設語氣啦 可是我們能夠辨識得出來 是一個小重點 if I told you 她又要告訴他 沒有 如果我告訴你 我就會怎樣了 所以她沒有要告訴他 所以才用過去式 好你這樣懂 這樣講假設語氣 其實已經就足夠了 說真的 就現在式的 往後拉一格變過去式 就跟現在式相反 我怎麼越講越多 好不要啦 so if I told you 如果我告訴你 I would run out of enticing confession 我就會把我的 confession用完了耶 OK 我就用完我的 confession了 confession是什麼 就是去那個 天父啊我有罪這樣子 就那個叫什麼 我常常一直會忘記這個詞 告解啦 你知道對於 對神父告解或之類 我就沒有告解了耶 對不對 OK I would run out of enticing confession 我就不能來跟你告解了 and you would lose interest in me 你就會對我來說 你就會對我失去興趣了耶 所以他不告訴他 他在這個altern偷幹過幾次的概念 OK我告訴你了 我就沒有東西告解啦 所以他想要來這裡偷幹一次 就來這裡 來告解一次 大概是這樣 OK 那你就知道他跟誰在幹了 基本上 對不對 所以他不想要跟他說 他偷偷來教會做幾次 只為了能夠來 每偷做一次 就來再幹一次這個 神職人員 大概是這樣 那下面這句話也說 she spat the words out between gritted teeth spat就是spit這個字的過去式 就 吐出 所以他吐出了剛這些話 在什麼東西之間呢 在咬緊的牙齒之間 你可以想像他在咬著牙說這句話 咬著牙說 between gritted teeth 說了 要是我告訴你我就是什麼 好我沒有模仿 我模仿的太誇張了齁 這樣他的應該是很性感的 那下一句這個男生毀了 你的 made for fucking body 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就是拿來做來被 對不行喔 這一篇 蠻多f這個字的齁 我有點抱歉 我就少講一點好了 所以你的生出來就是要做的這個身體 will never run out of confessions 是永遠不會把你的 告解的東西用光的 你永遠有東西可以告解啦這樣子 那你反正就一直做 然後他的邪惡的微笑 her wicked smile confirm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微笑笑了一下 是啊怎樣 ok that the vicar spoke the truth 所以終於把這個男生的身份也講出來 vicar vicar我也找了一下 我對這個字沒有很熟 就是牧師啦 簡單的說 ok 但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基督教並沒有告解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曉得他是不是用錯人了 他應該用的是一個 I don't know 可能是不是劇情更有張力也不一定 不知道 所以現在看完這兩篇了 你覺得哪一篇寫作能力比較好 我個人喜歡第二 因為我覺得剛剛第一篇啦 太直接了 哎呀發現地下室有東西 下一幕直接就變成是一個 你知道 變成一個女僕在那邊清房子了 所以 跳痛跳得有點快 而剛剛那一篇則是 你不覺得每一段都有畫面嗎 咬著牙吐出畫 然後前面發霉的教堂 什麼的 跟我們講那個百字的故事裡面的 我真的覺得寫作能力 能夠用文字展現出來 真的是 展現出畫面是很屌的一件事情 那不是只有我這樣想 在剛那篇下面的這個 很多人的留言 不是很多啦 就其中有一個啦 ok 你看其中人就說了 他喜歡設定出來的Premise I like the premise just fine Premise就是他的一個場景設置 打掃然後地下室發現有東西 對不對 It's appealing 就很吸引人 很不幸的是 Unfortunately it seems quite clunky and hastily written 看起來蠻卡卡的 然後感覺是很倉促把它寫完的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有 因為發現地下室有東西 下一幕直接變成女主人的女僕 太快了吧對不對 所以他會覺得 調整一下下他的那個 講故事順序啊或者 或者再多講一些句子 可能會再好一點點 所以下面給他這樣的建議 跟我的想法事實上很像喔 Anyway What do you think 或許你可以把你想法 下面說一下下也不一定 好 我們這兩天講完好像時間有點長 說實在 而且今天的字大概也還好 沒有說非常多 我們大概就不複習了 好 希望大家有個美好的週末 今天是星期五嘛 反正我這個都只有禮拜五會上 我是Paul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 你看